現在所講的,其實是關於輔導的 我這段時間都在操練輔導的 其實這不是幫助輔導的 亦是幫助我們與人的關係 這些是輔導所講的說話 但亦都能夠應用在普通的對話 我會解釋,然後我會分開來操練 這些是常見的類別,不是全部 人講的說話其實有不同的類別 我講一下背景給大家聽 我曾經有一年受軟木課程的訓練 而這個軟木課程的訓練 對我來說,在輔導上和聆聽人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在那段時間,我們幾個學生 有個老師,在醫院裡我們要探望不同的病人 每天都有上課 還有很多時候會有小組 很多時候會有檢討 又會有一對一 導師跟我們聊天 還有幾個學生都會有互相的對話 有時候我們想跟某一個人講話 是公開地講的 然後大家一直回應 老師又會看著我們溝通的模式 在這個過程中 譬如我們寫那些verbatum 即是我們探訪寫下每一句的記錄 老師又會拿出來大家討論 即是說過程講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改善呢 我其中一個老師 下半年那個老師 有一件事做得很好 以後幫助我很大 和人溝通的 就是他說 今次你寫 因為以前寫 每一句說話 後面就寫著 有一些評語 即是說 關於這個人的狀況 關於我做什麼 這樣的評語 但是那個老師 就叫我們不是這樣做 他就叫我後面寫著 譬如我現在 他是分享他的內疚 由我回應感覺 respond to his feelings 回應他的感覺 或者我是表達我感受他的感覺 譬如說 我覺得我感受到你好憂傷 或者我有時會逃避 他說我怎樣逃避 譬如說 有時那個人 曾經我和一個同學在一起 因為我們都要去聽那些同學的探訪 那這個病人 就說我很痛 那那個同學就說什麼 他說醫生給了你 你就不痛了 那他這句說話 其實是逃避的話題 即是他不想進入這個話題 其實他可以說什麼 他可以回應他就是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即是感受到他的辛苦 這個就是感受的辛苦 而我們跟人說的說話 有時人會逃避 譬如你說 我現在沒有錢了 那他跟著他不想這麼說 因為你又沒有錢 那我又不是借錢給你 那他不想講這個題目 那他就說了 一起去吃飯 即他不去講這個題目 就逃避了這個題目 那他也有時人會指責 那他就叫我們 每一句說話之後 那個括弧寫著 是說什麼的說話 即是一個類別 那他自從這樣做之後 我就開始留意人說話了 那我也都試過 我們有時有些學員 比較投入在事奉的 那我們兩三個人一起聊天 那聊天的時候 發覺很多時候他逃避話題 他就說了另一件事 我們說了另一件事 他就走去另一件事 那我就讓他知道 咦 你現在又說了另一件事 你會想一下 為何我們說了這個話題 你轉了另一個話題 那這個學習對我 是很大的幫助 那現在這裡 就將裡面那些 講話 即是一個人 回應人的類別 那以後我也會講出例子 那這個第一 我們先讀一次 好嗎 由頭到尾讀一次 下面最低的 就是不是那麼好的 上面是正面的 那我們一起讀一次 邀請分享 複述 反映感受 探索 探索感受 感受對方感覺 支持感覺 回應感覺 接立 認同 肯定對方安慰 邀請反思 總撥 提問 反問 探索困難 邀請思想 澄清 邀請應容 教導 勸告 探討 處理方法 講出處理方法 下面是沒有那麼好的 轉移話題 逃避話題 指責 控訴標籤 每一種 我都講一講 其實這會幫我們溝通 邀請分享 即是甚麼呢 例如有人說 我很不開心 你就說 你告訴我 有甚麼不開心 有甚麼發生 你覺得怎樣 這就是邀請他分享 然後 複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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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被老婆罵完 剛被老婆罵了 你老婆罵你 即是把那句說話複述 複述 那你說複述有甚麼用 他就會跟著說 譬如說 他剛被老婆罵完 你說 你被老婆罵完 他罵我甚麼甚麼 他就會說下去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邀請別人去分享 反應感受 就是用另外的字眼 表達他的感受 譬如說 我真的很傷心 很失望 我看到兒子這樣 你見到兒子 所以你的心就很失望 是不是 即是把意思總括 他有的感受 有時未必跟他的說話一樣 譬如說 他講了一段長的時間 他就說 我現在很受傷害 被人擊傷 現在覺得好沒有用 譬如說 因為他擊傷你 所以你覺得沒甚麼用 即是把他的說話 反映他的感受 探索是有很多用 就是 英文是explore 即是想了解清楚 裡面的人 譬如說 我很不開心 我們就探索 想了解 有甚麼事發生 他說 剛剛 我丈夫出了街 出了街 為何會不開心 他臨出街 的時候 他就說一句 我不幫你了 他不幫你了 他有時說了一半 他在探索 了解 還有甚麼令你不開心 有時他的語氣 有時他的內容 有時他的行動 他去探索 探索 任何一方面都可以探索 他的感覺 他的言語 由探索 感受 譬如他 因為人的感覺 很多時候 好幾個感覺在一起 人們可以同時覺得 內疚 又失望 又被拒絕 又 又不開心 總之一堆感覺 我們可以探索 但是我們不用 一定要找到他的感覺 反而是找到最重要的感覺 或者是最影響他的感覺 有時他最強力的感覺 未必重要 而是影響他最大的感覺 那就感受對方的感受 譬如說 我都感受到你真的很傷心 譬如聽完他說 怎樣被人遺棄 我都感受到你那種被遺棄感 令你很不開心 即是你感受到 表達出來 然後就是支持感受 支持感受 不是代表你的感受 是以後持續下去 譬如他現在很傷心 我說 我知道你的傷心很辛苦 我知道你受到傷害 心裡很難放下這件事 即是我支持他 即是說 在這個情況 你是會這樣傷心的 就不是說 好了 你繼續不開心下去 你繼續以後都不開心 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接受人的不開心 不代表他以後都是不開心 而是說 我支持他 我接納他 在這個時候 他會不開心 回應感受 回應有很多種 譬如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這就是認同 我知道你 我認同你在這個時候 你會有辛苦 譬如說 在這個情況 你會覺得 做人很困難 在他這個情況 當你受傷害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難做一個好的太太 你會覺得很失望 我們能夠 怎樣呢 這是一個接納 接納是一種回應 另外有時候 就是安慰 安慰是什麼呢 我聽你剛剛所說的 我知道你很傷心 不過我又看到 其實你真的很愛你的人 你真的付出很多 雖然不被認同 我都覺得你做得很好的 這是一個支持 可以說 欣賞他做得好的地方 可能他一樣受傷害 他做得好 但他家人對他不好 但我們支持他這個人 他受傷害 支持不是叫他不要傷心 叫他不要傷心 叫他不要傷心 就不是支持 叫他不要傷心 叫他不要傷心 是一種提示 然後 其實這些如果你熟悉 是會很有幫助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熟悉這些溝通方式 你用起來是非常有幫助的 然後 接納 接納就是 我知道這個情況 會不開心 被人拒絕完 真的很傷心 接納 認同 在有些情況是一樣的 接納就是 譬如有一個人是犯罪的 譬如有一個人對他不好 然後他打傷那個人 我們接納就是 我知道在這個情況 你也很難忍受到手 所以你會打他 我不是說他對 我只是接納他 在這個情況 我接納就不是認同他打他 認同是有些不同的 我可以認同人的感受 也都可以認同你的做法 都是對的 不過你自己也受到傷害 接納就肯定對方 就是 其實你做得很好 你也是很有努力的 安慰 安慰 就 譬如有一個人 他侍奉 他很努力 但他結果被人傷害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安慰他 其實我看到你的侍奉 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其實很多人都很欣賞你 雖然有人不欣賞你 我本人都很欣賞你的 那這個 肯定他 就是讓他知道 他的努力 是有人欣賞的 安慰他 邀請反思 就是 邀請反思 就是 你想一想 其實 你和丈夫的關係 有甚麼發生 就是想他反思 你覺得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人都會說對方的錯 你覺得 你自己有沒有 有些事情 你所做的 是令到對方 覺得 不舒服呢 你有沒有 所做的事情 可能令到他受傷害呢 那這個 就是 邀請他反思 就是 去想回他的事情 想回他 到底做得對嗎 總括就是 總括就是 你所說的 就是 有人對你傷害 但是 你現在 覺得 人體少 或者 你裏面有些憤怒 你不知道怎麼做 將他總括出來 提問 基本上 問問題 了解 反問就是 例如有人說 都是我老公不好 都是他不好 那我們就 不要 你有沒有想錯 那他可能 會有反應 我們可以說 你覺得 是否完全 因為他錯 所以有這個問題 但是 你盡量不要用一個 令他 發怒 冒犯他的方法 而是 你想想 你 是否全部都是他的錯 在你 你們兩個人的關係 到底如何改變 如何改善呢 然後 反問 基本上 就是讓人去想 那件事 探索困難 探討 到底困難 來源在哪裡 來源是 因為 你沒有錢 因為 有時候 人的問題 他沒有錢 但有時候 人的問題 是他 代仁接物不行 他在什麼情況 都好像很失敗 那時候 那個問題 可能在他的 代仁接物有困難 但這件事 可以改變 但他要知道 他的問題 不只是他沒有錢 或者沒有工作 而是他跟人 相處的時候有困難 那這個 跟人相處 如何改善呢 邀請他思想 這件事 澄清 就是說 譬如他講得不清晰 但我們澄清 你所講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讓他澄清 然後就是 邀請應用 這個就是下面 輔導的後面 就是應用 如何應用 我們今天講過 如何應用出來 還有 有時需要教導 你可以先說一句說話 這個問題比較重要 神給我一些意念 或者教導也能幫到你 你想向我告訴你 如何處理問題 你先問他 你想不想 譬如有時候 他會說 我家人有很多問題 你有沒有想到方法處理 他說想不到 你想我告訴你 你可以教導 在這個時候 勸告 勸告就是 有人 他經常都做一種方法 要人對的 他經常都覺得丈夫錯 所以有時候 我們需要勸他 可以先引導 就是 你覺得 會不會是 只是他一方面有錯呢 你想想 除了他有錯之外 有沒有我們需要反省呢 他說有 不過我不服氣 我們想勸告 其實最好用的 是探索方法 既然你知道兩個人都有錯 那你可以怎樣去改變呢 其實希望勸告他 但普通人勸告的方式 就是多數勸他 你也體諒一下你丈夫 你想一下他 你又想一下自己有沒有錯 你去悔改 但這種方式 很多人未必對聽 但用一種探索的方式 既然這樣的時候 大家都好像心風相對 你說什麼說話 他又不對聽 他說話又不對聽 那怎樣可以改變呢 這個探索的方法 比較好些 由探討處理方法 就是說 去想一下哪個方法 是比較好 譬如說 他人際關係不好 那怎樣處理呢 由哪裏開始呢 是否有些先學習呢 或者經歷聖靈 先讓他的生命輕鬆呢 即他有什麼需要處理 方法是怎樣 然後說出處理方法 有時需要告訴他 有些是探討 有些是說出來的 有些不好的 就是轉移話題 譬如有個人說 我有癌症 跟著有些人 都不知道說什麼 在喝茶 那些茶挺好喝的 這個是轉移話題 因為他 不懂得說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當一個人一說 有什麼病 其他人不懂得說 他就會說了另一件事 有些人說 他講癌症真的很嚴重 我們怎樣說呢 我們可以說 我聽到你 我都很傷心 我知道很困難 我想你都會很擔心 如果我們講人的感覺 要不就是 我想你都會有擔心 或者你都會很擔心 可以這樣問 不過有些很明顯 你看到他整個面 都是擔心的樣子 有些情況是可以說的 我看到你的情況 我都會覺得你會擔心 可以這樣說 但如果有些人 他太容易說 譬如說 我覺得你有內疚 有些人不是內疚的時候 就變成判斷了他 我們就不要隨意地判斷 不肯定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問 你是不是有這種感覺呢 然後就是逃避話題 就是說 不想說一件事 怎樣照顧孩子 你搞定了 我不想了 逃避話題 或者不想說 指責 指責其實有時需要 我在下面做的 不是一定說 除了轉移話題 逃避話題 我們不做 應該不要做 這個指責是有時需要做的 但是 柔和的指責是怎樣呢 那你覺得 這件事我聽完之後 你覺得 你和你先生的相處 有些什麼 你是可以改善呢 你覺得 你的做法是否正確呢 用一個探討 就是用一個問問題方式 是很好的 這個字 我學了 這個語目課程的時候 就是explore 然後我就發覺很有用 explore 去探討 就發覺很有用 例如你想知道他的罪 你也可以探討 去問一下他 你覺得有什麼 我們有做錯呢 又控訴 控訴 就是說這個人的不好的地方 或者有定罪的意思 有些情況都需要定罪 譬如說 我們提到一個人 如果他不肯悔改 就告訴他 如果你繼續不悔改 是可以有很大的問題 神是不喜悅的 神是會追討的 所以我們都需要悔改 這個是柔和的方式 其實強硬的方式 一定是不好的 標籤就說 標籤就好像放一個label 這個是橙 這個是蘋果 這個是蠢人 你真是蠢 你真是沒用 這個是標籤 你真是不懂得想 你反應太遲鈍了 這個是標籤 我們看得到 其實比較常用的 是多些 我們一會操練多些 就是聽到人的感受 我們就 說回他的感受 問他是不是這個感受 以及回應他的感受 我們一會兒 其實都是聆聽的 都是操練聆聽的 操練就是 當我們聽到人說話的時候 能不能夠將他講出來 我太太 她又是上過這堂 她就提議 不要那麼長 因為我們有時候 她可能講得長 就講短些 一分鐘左右 講完 跟著其他人 她還未講完 但不要緊 她就大概一分鐘左右 跟著其他人就講回 有人做負責 就講回 她講了些什麼 還有她有一個提議 是怎樣的方法呢 就是 做了表情 說了她的表情 譬如說 譬如說 她的職先 她說她很不開心 唉呀很煩 將她的表情都做出來 就是讓她觀察到她的聲音 譬如她的聲音很激氣 譬如她的職先說的時候 她也很激氣 這件事一想起就很激氣 或者 心很亂 唉呀 不知怎麼辦 都將那種語氣 留意這件事 而做這個exercise的時候 我太太就說 她就問那些人 她的職先 她說 既然要留意 說內容 留意她的感受 表情 聲音 大家說一次 她的內容 表情 聲音 感受 感受 即是要她的 她的說什麼 她的內容 然後她的聲音 她的表情 她的感受 哇 幾樣東西 那當然會怎樣 那個答案就是 那當然會聽到實 望到實 然後那個老師就問了 她說 你平時聽別人的說話 是不是這樣的 不是的 個個都不是的 隨意的 她在說的時候 當中人在想什麼 怎麼回答她 在想她怎麼回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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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會想這些 一邊說 一邊厭煩她說話 這些都是常見的 所以這個exercise 就幫助大家 你試一下平日有人說話的時候 你就 看得到實 那你不用 但是你真的 留心 留意她每一件事 這樣的時候 你會得益很多 有時候我和太太一起 去見一些人 如果有時候 有些情況 是需要見一些 譬如 有些重要性 譬如 去哪裏 開一個聚會 我想見那些人 我都盡量找我太太去 那我過後 我問她 你觀察到什麼 她真的很多話說 她說到 觀察到對方 她說的時候 是不是流暢 是不是很治愈 因為說 很口窒窒 口窒就是不是很想的 很流暢 很輕省 還有她的太太 又怎麼回應 她又很留意到 每一個人說的話 她都很留意到 這件事 她學了 她覺得很有用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一會兒 誰分享的時候 你就 網絡 留意 你都可以 即時有些反應 譬如有些什麼 常見的反應 就是 是呀 是呀 就算 你一邊說 十個人都說 是呀 都不緊要 她不會說什麼 你個個都說是呀 她不會這樣覺得 你個個都看頭 她覺得好 她個個都聽我說話 我發現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是這樣的 因為很多人看著我 當然是 見到牧師 看著我 其他人就 開始在那邊 玩手指 摺頭 就想了其他事情 但是我們個個都看頭 個個都看著她 她就會感受到 就是個個都尊重她 我們就試一下 學習這個 聆聽 然後回應 回應的時候 不要那麼快教導 而是多些 講出她的感受 講出她的困難 又感受到她的感受 認同她的感受 知道她的情況 是會不舒服 不開心的 有時候可能一些小小的事 我們都會有感受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那這個講感受 講多久呢 是在乎的情況 如果一個人很輕鬆的 我們都可以一樣可以說 譬如說 那些人 真是很難搞 當她沒有到 聽到她 不是很緊張 不過她也當她沒有到 她有她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回應 她說 這些人說話 真是很 不喜歡和她一起聊天 當她沒有到 那時候 其實她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可以回應呢 大家想不想到 我可以說 我聽你這樣說 那些人說話 都會令到你不開心 所以你有時候 都會當她沒有到 令到你 好像有一種 不想聽她說的話 她說的話 有時候 都會有些 不開心的感覺 即是 你說回她的感覺出來 那些人很輕鬆 那你不用五分鐘回應她 你一句說完 就OK 你看到她都沒事了 那你就可以繼續說 怎樣處理 但如果有一個人 都哭了 或者很激動 很傷心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基本上 回應到她覺得 我們是感受她的感覺 就已經OK 即是不一定要回應 每一個都要回應幾個分鐘 但有些人可能要很久 因為有些人不停哭 不停傷心的時候 你就根據她的情況回應 不一定要回應很久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 探討問題是什麼 探討處理方法 這個都是我們輔導幫助她 這些都是需要耐性 不要這麼快給她答案